台湾国人团座会过台湾 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是阿郭珠 今天关注的当然还是 学生占军立法院的事情 今天进入时间到了第八天 看来大家现在是 勇力在化解僵局咯 今天相关的最新讯息 赶快提供给您 像是立法院长王金平 待会三点钟 要再度的召开朝野协商 因为昨天破局 今天再战一回合 他说会继续的努力 那么在整个议场里头 被学生占据的议场里头 同学们最新的说法也出来了 现在说不排除任何的对话可能性 而且刚才最新一点多的消息 还发现他们在打扫议场 整理议场呢 这是什么样的讯息的释放 好我们可以再来持续的关注 但重点是谁到现在 特别是到这两天 都没有什么该反应的人 而没有反应的呢 我们来看看绿天王门 有什么特殊反应吗 礼拜一晚上就跟大家冲行政院之后呢 就没有想法了 也没讲新的讲法了 实在因为他们是学生领袖的 学生领袖们都是他们的子弟兵吗 这部分我们今天会带大家来了解 还有要问到是 那马总统又上哪去了呢 他是整体学运的最重要的 收场的关键人物 蓝绿的韬郎们 赶快拿出智慧跟行动吧 台湾共团团关心台湾 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整体事件的最新发展 为什么呢 蓝蓝绿的头人都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这个学运领袖魏阳 昨天是无保释回 但是 这个孩子的一个背景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关心 更要来看看 他们从事学生运动 从事社会运动 是怎么起家的 我跟老师讲什么 我没有看到他 这个完全都没有 对对对 他老师是过来干什么 我会在这边等他 来关注 穿的一身灰黑 步出北市保安警察大队的他 就是卫阳的老师 姚仁多 对学生攻占行政院 是否早就知情 他予以否认 有讲过类似的事情这样 没有 因为我是这个所的所长 这个所的学生发生的事情 我理就是要在这边 面对镜头相当低调的姚仁多 其实来头不小 现任清大设言所的所长 曾是蔡英文和谢长廷 担任民进党主席期间的 主席特助 也曾提出台独建国 已经失去主流市场 据说就是她 让蔡英文动念参选 民进党主席的关键人物 你可以哭泣 但不要泄气 你可以悲伤 但是不要放弃 2012年小英参选总统失令 那一夜落选的动人演讲 就是出自姚仁多的手 看得出来她跟绿营关系深厚 好巧不巧她在这一次 反服貌的活动上 更挺身而出 在细网贴出 社会需要我们的时候 倾打社会从不缺席 因应学生反服貌的运动 研究所顶刻一周 响应的人很多 其中包含占领立院的黄玉芬 陈维庭 攻占行政院的魏阳 这些都是摇人多的学生 是不是受到老师印象 发起一连串的活动 无法得知 但在这敏感时刻 已经引发外界诸多联想 记者林欣洁 王宗翰 撞新台北报道 好 带大家来认识到 这个学生领袖们 其实当然这个 社会运动都是相当之有经验的 那么大家看他们的侃侃而谈 看到他们的组织的能力 那么现在看来说 到底是不是有特殊的老师 在这里做教育 特殊的在政党的参与部分 当然在这里也是不能少的 那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当然希望 他最后是朝好的方向来前进 因为不和平不理性 人民是无法接受 如果达到了一定的诉求程度 是不是该结束 就要来做结束呢 我们今天就带您看看 其实结束的关键 到底在哪些人的身上 这些人其实在这里 都一并必须要负责 就是蓝绿的大人们 我们现在来宾先为大家介绍 我们就赶快来看看 从魏阳的五宝试回之后来看 到底他的五宝试回 是对整个事件 是带来更大的一个帮助 让大家继续 这个义愤填衣下去 还是其实已经找到了一个 好的台阶 可以往下来走 我们左手边来为大家介绍起 今天现场请到的第一位来宾 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江启成 大家好 第二位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郭主好 观众朋友下午安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是 视频论员石正诗诚 国主大家午安 好那么在我右手边 第一位我们请到是 前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 大家好 好另外我们也请到 环球科技大学的副教授 欧宠敬 大家午安 好我们就赶快来看到说 这个学生们 这个五宝试回 其实大家有点松了口气 因为听到魏阳被羁押 真的是大家有点小小的吓一跳 但是看到这些学生们的一个背景 或许我们在这里 要带大家来看看 因为魏阳能够被五宝试回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领导 他在现场 当时发当天晚上 是所谓的主导者 好那么再看这些学生领袖 那么到底又是谁主导了 这个行政院这场的一个攻占的动作 林飞凡在这个立法院里头 陈维廷在立法院里头 他们都曾经是蔡英文的青年军 那么都是黑岛青的成员 不管是鸽派鸽派都好 但是都是黑岛青的成员 而这个魏阳呢 他的清大社研所的他 也是民进党籍的 小英基地会担任过工作 那么现在的姚文志办公室实习 黑岛青阵线 其实就是他发起组成的 但是他不是主谋的话 那现在看到是主谋是谁 现在传出也是清大的陈廷豪 还是清大的柯廷韵 还是说这些 为什么都是清大的学生 跟姚伦多老师 是不是也都有关系 今天其实很多人在这个 脸书上有广泛的一个讨论了 所以请教江委员 学生们能够今天整个活动 持续到了第八天 其实这样能量也是不容小觑 但是怎么样的组织 怎么样的表现 其实大家在这里也都在看 老师们力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连传播科系老师说 也要上街头来上课了 今天传出这样的讯息 至少魏阳的一个被吴宝释放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可能性 往好的方向走的一个前进的可能 其实民主政治来讲 有不同的意见 用各种的方式表达 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基本上我想这个是 大家都可以去允许的 当然这一次的整个学院的事件 演变到今天 当然我们看到了 有一些可能是超乎原本 大家可能的这一个想象 所以可能有一些脱续 甚至造成了政府 跟学生之间的一些对立 这个我们都不乐见 当然持续到今天 我们想尤其经过前一两天 行政院这一个被攻陷 然后又震报的这个情况底下 我相信全台湾到目前为止 这七天以来 全台皆输 没有人赢 那我也听到很多 大家都希望说 现阶段这个时刻 怎么样让目前这种不安 跟不稳定的情况 可以赶快的落幕 那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目前对立 跟不信任的状态 可以重新有一个起点 去建立彼此的一个互信的开始 那互信开始之后 才有可能有进一步的对话 然后进而解决 彼此在对同样一个议题 不同的一个意见 那当然这个 涉及到很多议题 我觉得这一次不会是只有说 一个服贸这么单纯的议题 其实在整个学生抗争 或者抗议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 其他议题都掺杂在其中 甚至有最开始 台湾一直存在的 这些统图议题也都在里面 所以到后来其实学政委提出的 关于公民宪政会议这些等等 试图去希望可以解决 更大层次的国家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说 既然大家对国家的发展 不光是服贸 现在可能都存在了 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其实真的有必要 尤其马政府 其实也必须要来思考 可能不光只是面对服贸的问题 而是服贸所衍生出来 整个国家面临的 或者面对未来的情况 学生的不安 不清楚 或者甚至有一些人不满 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一直在思考说 这一次学生的活动的本质 也不光只是反服贸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也呈现了在欧美很多国家的 一个反全球化的本质 我们去回想一下 过去在这些国家 近年来曾经发生的 这些反全球化的运动里面 其实这一次学生 某种程度上 他们也某种程度上 来表达他们对这个议题的一些看法 那这个其实也是 台湾必须要面对的 台湾在这一波整个全世界 全球化跟整合的浪潮里面 我们到底国家凝聚的共识的没有 内部是不是有一个 大家都认同的方向的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所谓的 学生他们在提说 宪政会议的时候 或许马总统应该要去思考的 这委员是从很多的面向跟层次 都一并带大家来看 我们的会很多人会说说 这个本来不叫反黑箱 为什么后来叫反福茂 但最后大家说到 他们好像是反中 现在看到好像是在反马江 一路的反到底在反什么 但其实可能也感受到 他们的未来的不确定性 甚至是没有信心度 所以国家给他们 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国家的话 他们该怎么办 这或许也是 push这个学生们 必须站出来的很多因素 包括刚才老师 委员讲到的全球化的议题 这个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福茂的签下去 当然我们说经济不自由化的话 台湾没有办法 好好地生存下去 但在自由化过程当中 全民利益如何得到最好的保障 这是政府责无旁贷 要说清楚讲明白的 那么现在学生运动 持续到八天 这已经破了记录 也破了当年的野百合了 所以郭教授 郭伟委员 当年野百合拟友参加 当年六天可以结束掉 现在已经来到第八天 那今天看到发展 我刚刚讲的讯息 好像似乎都往好的方向来前进 但是大家看到 这些孩子们 这些领袖们 学运领袖们的背景 都觉得说 这里头真的是 没有民进党给予养分 其实他们今天 能够这么茁壮的表现 还真的是挺难的 所以都是来自小英 来自于哪一位的民进党的韬郎 但是民进党今天这些韬郎 今天都没出来 都没去 因为那个是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 当然学生只能选一边 那他们内次当然是支持蔡英文 选择蔡英文 当然是这样 可是你不能够说这个是菜办来主导的 我们没有这样讲 事实上我跟你讲 事实上今天那个陈明文的助理 张志渊还贴了脸书 在骂民进党 说我们没有角色 被边缘化了 只负责守门 避免警察冲进立院 还有人在检讨这个问题 是菜办吗 不是 陈明文的助理 陈明文的助理 张志渊 有看到真实的问题 对真实 这个是民进党的真实问题 事实上 这些学生不只是对国民党不满 他也对民进党不满 不是他对苏贞昌不满 不只 对整个民进党也不满 我讲真的是如此 因为蔡英文现在没有职位 对啊 就是现在对当家的都不满 所以骂民进党就是骂苏贞昌 就是帮蔡英文 还有国会 国会也被骂到 所以就说对待遇政治 怎么会处理成这样 他不满 比如说霸占主席台 他事实上也不满意 然后对 不能够透明监督来审查 他也不满意 所以没有错 这个最终还是要 首先第一个是要先解决立法院的问题 那我们喜成兄 本来就比较有良心 就是双方各退一步 不要霸占主席台 那真的让人家可以逐条审 你蛮久不能够说一字不能改 到现在张家柱还在讲这个 你不要讲这个嘛 你到时候可以来反映说 这个可能改了 中国会不反对 那可不可以大家折中一下 再用附贷条款 这个都可以谈 可是就是要一条一条翻开来谈 我觉得现在真正的问题是 马英九的手要放开 就是你要让国民党的党团 可以自己形成组建 王金平坦白说 他也在努力跟国民党团沟通 他沟通对象是国民党团啊 不跟我们沟通比较容易 真的哦 我说实在话 我说实在话 事实上 自己人比他好强 也不是自己人啊 你这样讲就对不起王院长 好但是现在事实状态是 事实状态就是 王金平被孤立嘛 他党团会议也不能影响 然后五人小组他也不能参加 所以马英九那天那个 是他不愿意参加的啊 哦那个是怨记协调 因为马英九要叫他去背书 奉用警察权啊 那我干嘛去啊 他参加了啊 他不参加而已 他当然不愿意去啊 你去那边就准备当橡皮涂章 盖那个警察权的章 私利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要回归立法院 来自己做局嘛 那马英九就只会用党计 来下陈学胜 来下我们启臣兄兄 就是逼你要就范 然后硬要张庆忠给你用到院会 这个如果没有马英九下令 张庆忠敢这样干嘛 那当然现在国民党也是讲 愿意逐条审查 但是委员你会说啦 那个大院审查跟委员会审查 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说回到委员会审查 来逐条 这是不是接下来 很好的下台阶的方式 其实刚刚郑亮兄所提到说 民党坚持要回到委员会 那国民党这边当然会坚持说 这送出委员会了 那我觉得经过这一次的抗争 之后啊 几乎朝野各界啦 包括一般民众都认为说 最重要的就是整个逐条 逐条的实质审查讨论 然后把里面的问题能够透明的呈现 然后去有共识的当然就有共识 没共识看有什么方法解决 我觉得这几乎是现在最大的共识 为什么大家不聚焦在这个点 然后找一个公证的主持人 那个就是王院长 他是国会议长 不管这个问题是摆在委员会 还是摆在院会 你就是要进行这个程序 没问题 院会官员不一定会备巡 这个其实我觉得朝野都可以谈 因为官员备巡 你只要朝野 对 朝野协商 有一个特别的session也可以 来处理 就是专案审查也可以 我觉得不是做不到 是可以做得到 好 所以在我们两位委员的说明之下 观众朋友在这里有听懂 其实方法是有 而且真的一点都不难 那现在问题是谁 那个第三公正的王金平院长 愿不愿意赶紧朝这方向来做朝野协商 昨天的协商是破局 那么民进党说是因为国民党 在这里党大的共识 所以呢 如这个刚过委员讲的 要协调还真的是国民党 昨天国民党执准民进党提案 不能咨询官员 这样看来是很恶霸的样子 但刚刚讲到 张庆宗的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是这个各自说理 那今天来自律法院 最近刚刚中午一点多的消息 3月17号那天议事录已经出来 议事录告诉大家 张庆宗宣布福茂 直接由宋进院会来存查这个案子 完全没有录音 完全没有录影 没有任何的文字可以呈现 所以完全没有出现在异事录 所以这案子现在算是不存在了吗 所以请教欧老师 看来学生们懂不懂 这个主要审查在院会的不同 在委员会的不同 那现在这个方向发展 张庆宗的案子似乎在立法院 像是卡到啊 卡到之后 是不是接下来对我 对学生来讲 他们的要求是更具正当性 民进党要求也具正当性 所以国民党也必须让步 不不 你刚才所讲的就是说 有没有进入善意的释放 我认为这也算是一个善意的释放 因为学生开始打扫议事会场 这是一个善意的释放 那张庆宗这个当然是整个 爆发点的一个起点嘛 好 爆发点的起点呢 他这个起点 现在说不算 没有了 是非常好消息 所以对全国来说 是个Good News 也就是说 我们退回这个起点之前 那就很会啊 对很好 然后学生呢 进到会场的时候 记不记得学生说什么 我们希望逐条审查 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那逐条审查 国民党完全答应了 其实第二天我知道 总统府那边 就已经告诉王院长说 可以逐条审查 而且请王院长全权的处理 而且处理的过程 都和王院长那边 有过一些默契的 所以现在呢 大概是整个社会的能量 已经动员了差不多了 各方能量动员差不多了 而且动员出来的结果是 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 是学生内部 议券也不合 蓝的内部 议券也不合 绿的那边议券也不合 所以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只可能使情况更糟 而且今天早上还传出来 有警员 上来资源以后 就下去以后 这个中风了嘛 就这个大家都不是 都不乐见 那我们现在 包括说昨天讨论的 这个行政院 为什么不防守 防守好一点 那学生不要进去 这问题大家 可能也搞清楚了 因为要把防守好的话 大概加2万名的警力 那你就说是戒严了 所以那个护警局会更差 所以千万呢 绿营的例如也不要再说我们设局 这个都不要再讲了 所以现在应该是 从善意这个角度里面 开始出发 那我相信 王岳长一定在这个时候呢 会从善如何 因为王岳长从政很久了 他知道什么时候是timing 什么时候该进场了 这个我做 很简单一句话 叫做利多出境 利空出境 利多 他已经利多用完了 利多用完都没得完 现在是利空出境 才能有好的方向 前面是利多 对那我们来看到说 那现在说昨天的朝野协商 没有成功 那今天继续还要在朝野协商 那当然取决的态度都在 王金平院长的身上 王金平院长对这个 服貌的争议呢 最近态度的变化 当然一开始 大家也是惊心动魄的 我们看到在21号的时候呢 他拒绝了马总统开的 这个准备的院计会议 那么怎么办呢 于是他说那就是朝野协商吧 那么3月23号呢 就在事发前一天 他又说到 到底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他又说了一句 程序委员会的东西 他无权致愿 这就让大家觉得好恐怖 那接下来 他通通是不管了嘛 接下来我们看 今天第二度的朝野协商 待会三点钟 就要来召开 所以呢这个 这个陈议员 王金平院长也是整体事件 很重要的一个系邻人 这个时候 朝野协商一旦启动 而且有好的方向前进 其实大家都有退场的 可能性了 从行政业冲突之后 我就知道退场机制已经开始了 不管是 不管是学生或者是有心人 或者是无奈的警员 或者是愚蠢到不可以的政府 都在做退场机制 我为什么这样讲 高下立判 这是今天的苹果日报 各位看到这样的画面 这个是由民众 假如学生也好 民众也好捐款所做的报纸 这个也是 也是苹果日报 我有看错了 也是苹果日报 用这样的颜色 这样的文字 这个是企业家们 一起捐权出来做的 支持服貌 这个是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高下立判 我要讲的是什么 笨得可以的政府 你们能不能有所作为 如果政府没有作为 国民党能不能有作为 这一次的运动里面当中 最高尚的叫做学生 最被容忍的也叫做学生 可是我要强调的 那天的行政院冲突是学生吗 我认为不是 报名是学生吗 我认为不是 但是政府傻傻分不清 谁是谁不是 我认为冲进去的 有反马的 有反政府的 有反国民党的 还有愤青 还有不良少年 他们就恨不得 好好进去开心一下 我们这些胸怀热血的 这些学生们跟着冲 冲进去以后 那些知识分子跑掉了 学生们坐下来 非常英勇的对抗 水柱跟警员 这样的氛围情形之下 难道大家看不懂吗 为什么大家不敢讲真话 民进党不敢讲真话 国民党不敢讲真话 国初除了你这个节目 敢去起底 哪一个节目敢起底 就生怕那个节目被灌爆 甚至于就来围拟电视公司 你怎么可以讲我 学生是有政治色彩的 这三位同学没有政治色彩 我不相信 这次事件有没有政治色彩 我保留 我应该这样讲比较客观 各位讲一下 野百合跟现在 向日葵放在一起 第一天的野百合 第一天的向日葵 是谁送进来的 第一天那一箱是谁送进来 谁放在司令台上面 整个学运的过程中 如果完全全 我们撇开政治色彩的过程中 我认为 这些学生意见领袖 是经过很长的训练 头脑很清楚知道 怎么给媒体下标 怎么做出这个运动的精神logo 让大家很简而易懂的 告诉大家 这个学运是有正当性的 可是这个政府 对于福茂变哑巴了 说不出所以来 说不出所以来以后 现在好像变成 王院长是雍龙大度 因为立法院可以容忍这些学生 我包容你们在里面 行政院好可恶 一夜之间就要把你通通赶出去 那学生没有办法分辨 现在你在立法院跟你到行政院 差别在哪里 各位老师教授们 我对你们非常尊重 但是你们是不是可以 把这些分析给学生 让学生清楚的知道 其实我在广场上面 很多学生都回去了 最近都要考试 学生都要回去 他们回去的时候 同学们在FB上面 大量流传的懒人包 照片什么等等 刚才讲利多出境 利多拿在手里就好了 我懂你的意思 前面他们要的都拿到了 这样的画面 如果是选举拿来用 哇 对 没错 这样子的用心的政府 如果选举拿来用 哇 拜得一塌糊涂 正式这样 高下立判 所以我要强调是什么 这件事情 没有选举的考量是骗人的 但是如果要用选举的角度 去看这些学生 是不厚道的 没错 可是观众朋友们 冷静一下来 你看完了以后 你在这次事件中 得到了些什么 你真的去观察 世大天王 观察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民党的人物 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这过程中 获得什么样的政治利益 你就知道 这件事情始末是什么 好 这是我们接下来 要继续来谈这个话题 不过最近消息 先给大家 我们再来讨论 谁在这里截取政治利益 那迫使呢 在这里很多的 社会成本的付出 你我都得要承担 不过这真的是 更加好的消息了 总统府发言人李嘉飞刚才说 关于立法院议场陷入瘫痪的状况 现在冲击整个国会运作 跟政府施政 马英九总统 决定愿意 在不预设任何前提的情况之下 邀请学生代表 进总统府 就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议题 来对话 马总统要倾听学生的意见 要赶紧化解当前的僵局 要协助国会来恢复运作 看来呢 学生们如果有正面的回应的话 总统府立刻会派代表 到现场来邀请 学生们的回应待会怎么样 我们随时在节目当中 随时在中天新闻频道告诉您 那么看看呢 这样子的一个总统邀请学生代表 进府里头来当面的沟通 这应该是最好的台阶下的可能性了吧 施承 这个事是不是早该这么做 我想 现在这个 这个学生活动已经八天了 我们不要再细说从头了 从开始讲 然后他整个的过程 我们要讲怎么让学生下来 刚刚总统已经 我刚本来想了 总统已经知道 我们要讲什么了 就是怎么样让学生下来 现在不是朝野协商的问题 是朝野协商学生能接受的问题 所以第一步 你怎么能让学生扫一扫地 然后就 对不起 再见了 很久了 不可能 所以怎么样 朝野协商的结果 学生能够接受 不管是鹰派 各派 不管是什么派 他们总要有个台阶可以下 对 因为他们现在到后来加码 加到后来 现在已经 包括朝野协商的结果 跟学生的诉求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他是要整个退回去 那朝野 国民党 民进党的底线是希望 退回委员会 包括到这个院会 都没关系 但是学生能不能接受 所以现在总统 释放了善意的第一步 我觉得这是好的 看学生有反应 那学生可能会提出其他要求 包括你到底要放多少人进去 我们到底要谈多久 那我们希望马总统 好啦 你要多少人 我就给你进来 你不能带 带个300人进来吧 对不对 那你要谈多久 我就跟你谈 但是我们谈 有个底线 我甚至找一些官员来跟你谈 然后 如果他在谈这很久 我们再来说 但是总要有一个bargain 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 那希望我们学生代表 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 希望你能够拿出一个 就是说你能够接受的一个底线 然后让朝野协商完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底线 然后大家能够有个match 然后学生能够退场 当初野百合 虽然李总统亲自接见 后来有达成一些共识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 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不要说你拿出的bargain是 他们这些所谓的行政立法部门 完全没办法接受 那你这样子的话 bargain到最后是两败俱伤 对不对 所以现在赶快 学生这一步 我觉得总统这一步 是聪明的 这个实际总统这一步 早就该做 本来就该做 那何时做这个参名 怎么样去抓 那他各自有自己的考量 讯息学生已经知道了 在立法院里头 学生们如何接收到 总统这样的讯息 那我们现在正在言商的事 待会要开记者会 来告诉大家 他们要派多少人去 还有些什么样的要求 我们请在立法院的主播 刘英秀 赶快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 林秀请说 好的 郭珠还有观众朋友 立刻带你来关心 目前来自立院最新的状况 再过半个小时 学生代表林非凡 即将在这边来召开记者会 目的就是要回应呢 刚刚府方发言人李嘉飞丢出的球 他们表示说 如果在不设任何的 预设立场的前提之下 府方愿意邀请学生进府来对话 等于说是要解僵局先下了一道 是不是可能解开僵局的方法 不过这个学生代表林非凡 这边到底会怎么回应呢 再过半个小时 他们即将会召开记者会 来回应府方的态度 不过来看到的是 其实学生目前占据整个立院的内场 外场已经是长达 今天进到第八天的时间了 而我们在立院内场 也观察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在刚刚中午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场内的学生 以及医疗站的人员 大规模的进行了清扫的动作 还有打包的动作 包括把很多的这个医疗的用品 还有笔电等等 还有垃圾做个打包 还有个人的盥洗用品来收拾 这也是学生占据意愿立场 这八天以来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 有点像是清理打扫清场的一个动作 不过在稍后 学生这个医疗站的人员也出来 他们表示说 之所以会有这一次突然 这样这么大规模的清扫的活动 就是因为呢 由于这八天以来 非常多的学生在里面 有些身体不舒服 包括整个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发生 所以为了避免大家健康出了任何的意外 所以医疗站的人员就在里头 进行整个大规模的清扫的动作 也让现在的立院的场内 气氛是相当的不一样 不过另外一头 这个立院这边的消息传来之后 另外一个包括立委 现在这个部分也有消息传来 就是在PTT有网友爆料说 由于立委看到这个立院 整个将被占据持续进入到第八天 他们有可能直接遗失到台中的立委办公室 来继续他们之前的政治的一些作为 而且呢就是在台中雾峰这个地方 他们有可能呢就直接 要把立院原本该进行的事情 直接搬到立 包括整个中部立院的办公室 这是PTT有网友传出的消息 以上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状况 再把时间先交还给国朱 那我们谢谢银秀最新的告诉我们 那待会五三点钟呢 学生代表就会来开记者会 告诉大家如何回应总统府 要请他们去做沟通的 这个动作 除此之外呢 那张最新的消息 还有刚刚我们画面看到了 学生在打扫立法院议会议场 这是一个已经都讲好的发展吗 待会回来